大家好 我叫雷文奇 来自天津 今年47岁 我坚信在座的任何企业录用我 我一定会成为企业眼中的一张王牌 好比是孙正义眼中的马云 马云眼中的王坚 雷军眼中的郭兰 徐小平眼中的陈欧及江一良 自认为是一批出色的千里马 希望在非你莫属的平台上 找到属于我的博乐 自认为沟通能力极强 希望找到市场部总经理 或沟通事业部总监一职 谢谢大家 刘老师 千里马 我自己认为 那纸条别拿点 我看看写啥 关于君乐宝 如果我是市场部总经理 我会找一个小童星 或者是小网络达人来做广告 这样的话广告成本会很低 台词用唱歌的形式 比如海啊 要喝奶粉 那家好耶 还是君乐宝好耶 真是这样说的 嗨 中国奶粉那家好耶 君乐宝耶 君乐宝耶 我这么想 这附老师没文化 我跟你讲 不理解这个 我坚信所有在座的企业家 10岁的时候 他们肯定没有赚钱 我赚钱了 千里马肯定有传奇的成长经历吧 我们老家农村 每年的3月3有一个赶集 赶集的同时呢 我们那集上有几家 那个卖什么烟啊火柴啊 乱七八糟的 同时我们家也是其中的一家 但是摊位上卖饮料 一天最多卖10瓶 我一天可以卖300瓶 我是八分钱进的 我卖一毛五 但是我每一瓶 我可以赚一毛以上 怎么说到的 比如说您带孩子 我说 叔叔 您那个给孩子买个饮料吧 一毛五一瓶 你给我两毛钱 我说叔叔不好意思 我没领钱 您的结果只有不早了 算了 还有呢就是 要不然你再给我一毛钱 我给你两瓶 你从小就这么讲话 我觉得商人是 应该抓住一切 可以利用的商机 我们能不能说一下 我们在这些年来的过程当中 作为千里马 你表现的经商才能 最辉煌的一个案例 我做了一个手机的营销活动 当时10月1那一天 我自己觉得 在全中国销售 我觉得是最火的一天 那一天的单点 单天卖了700多部 我们宣传的是交话费送手机 这活动很多地方都有 全国我的发起人 你是发起人 全中国 你的证据是什么 如果中国移动卖手机号码的人 提起我 他不知道 我给他的总结 他不行 我自己认为 我吃白面馒头 就感觉到奢侈的年代 我在天津 我N多道房子 并且我的车不是一辆 雷文琪 雷总 把他自己的整个经历 包括最小的细节怎么样 挖个低筒筋 对吧 然后能看到他在每个阶段上 他都抓作一些伤机 可以说是他自己一步发家史 如果你判飞你莫属的话 你应该知道 选做策划的选手 一般给这个内容 都是针对每一个企业 一到两个里面 给出具体的建议 对不对 我们就比较好判断说 到底你值不值这个价值 以及你到底做得好 还是做得差 对 那你这么老练的江湖的人 你为什么没有去做 针对企业的建议呢 只讲了你自己的故事历经 那个 你就像写小说一样 他过多地关注 自己的经历表述 其实对于企业家来说 我们面试的时候 我们并不关心 你过去曾经干过什么 而是你能为我的企业 带来什么 而在这一点上 他跟90后的那帮 年轻人比起来 他的这种规范 和对于为对方考虑 这样的一个专业度来说 还是差了很多 你说一家 你怎么嫁接他的产品 比如说松鼠AI 我来做市场部总经理的话 我会 先看你的分布图 没有地方 我会亲自到那个市场 比如说 湖北的恩师 没有 好 我会到恩师 我会观传这几家企 就是类似于 跟你做同样教育的 好 我看他们的是一个 什么样的规模 什么样的运动模式 我想办法会把它成功地挖转 试一线嘛 比如说李浩阳 就是湖北恩师 当地一家 做其他教育的机构 你怎么把它挖过来 做这个松鼠AI的代理商 你试一下吧 您好 我是松鼠AI的 我是搞市场的 你来干嘛呢 我觉得您的有点问题 为什么你在你的本地 做得还成功 你在全国没有名气 你能不能回答到我们这 我本地做500学生 然后这个利润很好 我干嘛要全国名气呢 既然您没有名气 你一定要承认 为什么没有名气 首先你的培训 每一小时 比如说到利润那 可能每一小时500 到他那可能就是150 好 你加盟我的 你的收入增高了 你何乐而不为呢 他有点野鹿子出身 可能在几十年前的时候 那个时候 游戏规则不规范的时候 这种野鹿子 反而会做出一些 意想不到的成绩 但是这个时代在变化 我们的规则变得越来越清晰 所以说我认为 他过去能成功 并不代表着 他能适应现在的社会 也依然能把他的成功延续下去 我感觉你就是个销售 其实老雷做的工作 是猎头的工作 对 基层销售的那个岗位 他根本他做的 就不是市场经理的工作 也不是总监的工作 我来给你精准地讲一下 市场不是一对一 那叫销售 对吧 市场是对所有的用户 无论是在互联网上 精准地找到他们去营销 还是你通过建立品牌 然后影响他们对你的认知 这才叫市场部 对吧 你做的那个是销售 而且你到了一家小学校 那是业务员 所有企业家对我的评价 首先我不接受 因为他不了解我的人 我的性格 我做事的方式 我觉得很成功 好 问一下 要求薪资多少 三万五家 保底不能低于五十万 那咱们能不能签对赌协议 就是你要求的五十万的底薪 我签的协议是这样 可以是要求五十万 比如说签三个月 你们不用给我签 感觉到行 不不不 这不行 感觉到行 你听我说 你怎么不让人说话呢 我原来做销售的时候 你看你还是闭不了嘴 也是给别人 都是压迫式的沟通 你这种压迫式的沟通 如果要是说 要坐上销售总监的位置 你跟你的周围的人沟通 不能这样 就不让人有说话的机会 这是我的需要改正 你五十万 觉得能够给企业 带来多大的价值 一千万以上 那你能不能签对赌协议 可以 没有到达一千万以上 你这五十万拿不到 没关系 可以签是吧 可以 好 其实我现在我的生意 根本都忙不过来 我一年轻输三百万以上 您想在从事的话 是哪些行业呢 说心里话 金山云的郭兰 为什么是他 因为他的老板是雷军 我是做通讯的 我觉得如果雷军 给我一个平台 我一年可以销售六百万 一部手机以上 六百万 那你做一个代理商 不就可以了吗 不对 我比所有的代理商 都要牛 今天 我还想说 今天既然没有 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我已经受不了 我现在想去 我已经受不了了 您说 别把话说那么猛 动不动全中国 动不动我狠 四十七咱们说话呢 靠点 那些形容词 什么全中国呀 罪呀 我是发明者 咱们尽量不要提 咱们谦虚一点 就说数据是怎样 咱们不要用罪呀 什么东西 好不好 好 因为他不知道 我要说什么 其实如果提 想问好 可能他要请我吃饭了 因为你刚刚说 你比其他经销商牛 因为我们之前 我创业的时候 也接触过很多经销商 那您说一下 你怎么比他们牛呢 除了老师 比如说是某某地区的 一把手移动公司的 我要找到他的时候 我不会先找他 我会找这个线的 营业厅 营业厅老经理 我说我要五百个手机号 他肯定要推荐我 找线里的一把 好 见到线里的一把的时候 我会告诉他 我要一万个手机号 敲山乘虎 他肯定要是 带到市里找老大 找老大的时候 我就告诉老大 我要十万个手机号 一个礼拜我全卖完 也就是说你的获取 资源能力比别人强势吗 我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里面有一个最大的bug 我必须要提出来 为什么我到县级的 我就要说是五百个 到市级就是变了一万个 我觉得这是一种 不诚信的行为呀 您没有亲自经历过 比如说您是一个 一个夜听的一个小经理 说白了 我根本都是不太搭理的人 你是来面试管理岗位的 所以我希望您在您的表达上 能够更多不要放在 一些琐碎的事情上面 更多去体现 你的管理能力好吗 好的 其实你一直自主创业数十年 这是我们对你这个 就是能力的一个认可 但是实际上 在这种职场里面呢 你是其实没有做好准备的 你并不了解 这个市场部总经理 包括事业部总经理 它根本的一个核心的能力 和它要带给企业的 这种核心的这种价值是什么 你只是在讲 你这种基层的销售 所以说刚才对你的定位 已经非常明确了 如果你到职场来就职的话 那你现在就是基层的 业务员的岗位去做 与其这样 还不如你回到你的这个 这个商海里面 去做自己的事情 对你是更好的 刚才已经说了 基层的销售岗位 或者是像大区经理 渠道经理 这样的中层管理岗位 你接不接受 收入呢 在收入这方面也要问你 你能不能往下面调一点 不调 不调 那岗位接不接受 岗位接受 基层岗位 接受 来 第一轮选 先不要说灭灯的话 我能再说一句吗 你已经说了很多句 我再说一句 你想说什么 第一轮灭灯之前 可能我要说的话 有点倒带绑架 各位企业家了 我希望你们给我爆灯 第二轮也给我爆灯 每人我听说有个红包 但是这个红包 我不会要 我会以你们 分以莫所的名誉捐出去 同时我每年做慈善 我都十万块钱以上 稍等啊 稍等啊 稍等 别 人家捐是人家的事 所以来说 人家捐多少钱是人家的事 人家爆灯给了你 再由你去捐 跟你有毛关系 因为我到哪儿捐款的时候 我说我这个钱 我从非你莫属 铁家捐给我的 我会把铁家的名字打上 会经常爆灯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 我自己觉得 就是一开始 从小的时候 我心想吃个白面馒头就好了 后来我自己有钱 之后我自己觉得 做慈善很好啊 做慈善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要跟爆灯扯一块 如果我觉得这是一个加分项 爆灯的 你知道爆灯的意义是什么 爆灯的意义是 大家都对你很满意 认可你 它体现的是这个 你为什么要跟慈善 但是我是这么想的 比如说您没爆灯 其实您现在不想要我 您只需要把我的底薪 降一块钱 OK了 我就可以 谢谢 再见 其实您就是想过来 根本就不是想找工作的 说白了 是吧 您就是希望到最后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环节 让您在这个捐款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慈善市上 做一个什么行为而已 因为我们很难看到您的诚意 不是的 他是真相信有机会爆灯 然后再 他就是因为不相信 有机会爆灯 所以才要使出这招 雷总 您应该是在原来这个 丛林法则里面野蛮生长 取得了第一桶 第二桶 第三桶金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您一直在挑战规则 现在这个商业社会 我觉得它是越来越规范了 规范就是 就是每个人 在这个规则之下去做事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您是在尽量地去用一些 其他的方式挑战跟解读规则 我觉得这个对商业社会是不对的 但是雷总有一件事挺规则的 他一说话就往后绝一下 他一说过我 老雷是个挺心急的人 所以他的所有的商业打法 销售打法 他也是用一种非常急的状态 用一种非常急的方式 让你不得已 在他的这种公式和态势之下 做出妥协 但是我们不是 你曾经的那些客户 对 来 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